所以各位你觉得要学佛 我都讲你还不如做做义工 你能够做到义工头 你出家可以 因为你已经有同理大众的能力 你能够服务大众 你来出家有义 有文武双全 你还会色众可以 看着这人 你又有福报又会布施 那你出家有义 因为你要做菩萨 还是要做凡夫 所以我想这个理论都很简单 但是各位要 你给你修行 譬如说我们刚才说 自他平等 自他交换 你有在做吗 你有没有在做 你刚才说 你刚才有人拍拼 你问我问他 你再坐下 希望你感受我才对 我有 我也感受 我给你吃 我不用吃 因为你在修自他交换 自他平等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终于救主 民国初年 有一位姓金的土户 他一生宰杀的猪汁 不计其数 哼 叫什么 金师傅 你果然好手艺 一刀毙命啊 这算什么 要知道我从事屠宰这行 十几年了 死在我手里的猪 不计其数 哪只不是一刀毙命啊 怎么 你不相信我的技术 你的技术我是相信 不过我摇头是因为 感叹你杀业太重 杀业太重 是啊 你杀业太多 终究会遭到报应 今生你杀猪无数 来世说不定 就会投胎为株 被人宰杀 哼 我才不相信 什么因果报应 唉 以后你会相信的 因果报应 我才不信呢 金土户对于因果之说 不以为然 依旧继续从事屠宰这个行业 后来 这位金土夫去世后 他的魂魄来到了阳界 金土夫 你的阳手已到 快跟我去见阎罗王 金土夫 你过去杀业无数 罪业太重 所以判你投胎做三世的猪 啊 投胎为猪 因果报应竟然是真的 来人啊 快把他带下去 让他投身为猪 阎罗王啊 我知道自己罪业深重 可是做猪实在太痛苦了 被杀后 肉还要被割成好几块等着卖 求阎罗王别让我做猪啊 那好吧 我就让你三世投身为驴吧 多谢阎罗王 多谢阎罗王 就这样 金土夫便投胎成了一头驴 去吧 老婆 老婆 快 生了 生了 哎 我真的投身为驴了 小家伙 你可总算出来了 谢天谢地 总算生出来了 这两位就是我的主人啊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金土夫转胎的驴也长大了 便经常载着主人外出 小家伙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办事情吧 老公 路上可要小心 早点回来啊 放心吧 这个小家伙走得很快 傍晚就会赶回来的 嗯 可是很不幸的 这次小毛驴载着主人外出时 却有了危险 他们在路上竟然遇到强盗抢劫 哈哈 小子 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啊 强盗 哈哈 等了这么久 终于有人经过可以抢劫了 你们是强盗 我身上没有钱啊 没钱 没钱就把命留下 好好 我把钱给你们 就你们别杀我 对嘛 快把钱交出来 交出钱就饶你不死 快跑 快跑啊 给我追 别让他给跑了 小家伙 快跑啊 要是被他们追上 我们就死定了 不要跑 快给我站住 还想跑 等我们追上你 非把你剁成肉酱不可 金土不转世的小毛驴 载着主人跑到一个路口 请起之下 他随即朝其中一条路跑去 可是 没想到这条路的尽头 竟是一朝河里 啊 这 该往哪里走呢 小子 还想跑 我看你是活够了 就走这条路吧 啊 是河 这要怎么办啊 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天啊 难道今天注定 要死在这伙强大手里吗 前面是条河 他没有路可走了 哈哈 等我抓到他 非砍了大不可 这都是因为我选错路 才害主人走投无路的 不行 我一定要救主人 看来我今天 是要死在这里了 我一定要救主人 我一定要救主人 驴子正在响声 随即奋力地跳进了河里 这头毛驴他不要命了 竟然跳进了河里 哼 河水这么深 绝对会把他们淹死的 哎 到手的买卖就这么没了 我们回去吧 在毛驴的努力下 主人终于逃到了对岸 但毛驴却不幸淹死在河里 小家伙 小家伙 金土夫投胎的驴子 在死后 其魂魄又来到了阎王殿 燕罗曾判我三世为驴 现在还剩两世 金土夫 你将再次投胎转世为人 且还能担任一个小官职 什么 燕罗王啊 你不是要判我三世为驴吗 是啊 你前世杀生无数 暗里的确应该三世 不得投胎为人 不过你投胜为驴时 曾救了你主人的性命 以这样的功德 使得你将再投胎转世为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希望你投胎为人后 能珍惜向善 不要再说杀生这样罪业深重的恶业了 是的 谢谢燕罗王 谢谢燕罗王 我会记住的 乌龟 报恩 住在大河沿岸的渔家 每天都会划着渔船 早出晚归的到河里捕鱼 有一年的夏天 天气特别炎热 清晨 大家纷纷开始出去捕鱼 啊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是啊 不过今天也够热的 早上太阳都很大的 老头子 趁现在还不太热 你就早早出去捕鱼吧 要不然 等下热起来了 就不好工作了 我也这么想的 爸 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吧 这么好的天 江里又不会起大浪 我划了一辈子的船 还会出什么事啊 放心的 爸 再见 张爷爷 今天收获如何啊 哎 今天下往三次 只抓到了几条小鱼 你呢 收获怎么样呢 我也没抓到多少鱼 今天这河里的鱼 好像都躲起来了似的 怎么 你们也没多少收获 我也是啊 看来今天 还得再多撒几次网才行啊 是啊 我去那边看看 能不能抓到更多鱼 我也得换个地方 刚才在这里撒了我 什么也都没有 然而 大家谁都没有想到 早晨清空万里的好天气 到了下午 竟突然乌云密布 哎呀 这天好像要下雨了 张爷爷 好像要变天了 你看天上的乌云 越聚越厚了 是啊 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嗯 要是一会儿下几雨来 可就糟糕了 不好 暴风雨快来了 我们要赶紧靠岸啊 河边 渔夫们的家人 见天上下起大雨 江面上涌起大浪 便急忙地跑到岸点 等待自己的亲人 希望能平安归来 快看啊 那条船快翻了 啊 快 快去救人啊 这真是奔惨的一天 许多渔夫的家人 全都跑到河边 来设法抢救 在大雨如注之下 他们大声惊呼 哭嚎 救命啊 救命啊 渔夫们 有的有救回来 有的则下落不明 啊 好危险啊 太好了 终于救上来了 那个好像是 你家的柱子哥 我家老头子呢 你们有看到 我家老头子吗 老公 我很担心你回不来啊 不要哭了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大叔 你有看到我爸吗 刚开始 我有看到张爷爷 但是张爷爷的船 放了后就掉落水里 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 老头子 老头子 你不是说不会有事的吗 你快回来啊 咦 大家看看远处 那是什么 岸边的人 把目光全部转向 江河河流口的浪头中 一个大黑点子 在那里沉苦不定 渐渐飘进 那个黑点是什么 不知道啊 就在大家 把目光集中在 渐渐飘进的黑点上时 雨停了 浪也变小了 天边挂着一道彩虹 大家指指点点 在看着河面上 漂浮着的那一团黑点 妈 那好像是一个人啊 啊 是什么人啊 会不会是你爸爸呢 妈 妈 那是爸爸 是爸爸啊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这真是一个天下奇事 飘来的真的是张爷爷 大家手忙脚乱的 将张爷爷抱上岸 而那只大龟 也爬到了岸上 向张爷爷 点了三个头 又慢慢 爬入河水中去了 爸 你没事吧 老头子 你还好吧 我还好 张爷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船翻了以后 我就灰昏沉沉地掉落河底 就在那时候 我身子不由自主地慢慢浮了起来 等飘出水面时才知道 是一只大乌龟将我扶载了起来 后来我细细一看 那只大乌龟的脚上还绑着一条红丝线 那只大乌龟脚上怎么会有红丝线啊 我与这只脚上绑红丝线的乌龟 是有一段缘分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记得当时我才八九岁的样子 有一天 我放学回家 看到几个小孩子在路边烧火 你们烧火是要做什么 我们要把这只乌龟烤来吃 听说很好吃的哦 啊 当时看到那只乌龟流下了眼泪 我心里很难过 于是便和那几个孩子商量 不要烧死这只可怜的小乌龟 可是他们不肯答应 我当时一心急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抢走那只小乌龟 拼命地往河边跑 不要跑 快把乌龟还给我们 就在他们快要追到我的时候 我一伸手 就将小乌龟丢到河里去了 如今事隔几十年 小乌龟也长大了 并且救了我的命 可算是报恩了 所以希望大家多做好事 多多放生 将来一定会有好报的 杀生吃肉 体弱多病 先生小姐 你们好 请问你们想点些什么呢 小姐 请问你们这里有什么招牌菜呢 我们店最有名的菜是红烧猪肘 啊 什么 那 王先生 我们就点一道红烧猪肘 你看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我只吃素 啊 只吃素哦 你还不知道 王先生是吃素的吧 今天我们就点些醋菜 一起陪王先生吃素吧 哈哈 好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吃素 小姐 请你给我们上一桌素菜吧 好的 马上就来的 朋友对王先生吃素的习惯非常好奇 于是便询问缘由 王先生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 我吃素已经有十年了 这么说 你以前也跟一般人一样吃过肉 是啊 以前我也吃过肉 也正因为吃肉杀生 我和我家人的身体健康才每况愈下 王先生便向朋友聊起了自己家里杀生吃肉 所遭受到的种种不祥于果报 小时候我的父亲厨艺很好 他最拿手的菜就是红烧猪肘 料理方式是将猪肘表面抹上蜂蜜 再用油炸 待猪皮炸到有些淡黄色后 再用大锅炖煮 爸爸 爸爸你在做什么菜啊 好香哦 我现在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猪肘 真的呀 太好了 红烧猪肘 我最喜欢吃了 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父亲做的红烧猪肘 不过我父亲自己最爱吃的是螺丝 爸爸 我又唠到一个了 多唠点 等会儿回家 我们就做来吃 爸爸 你看 我们捞了这么多咯 今天收获的确很多 乖儿子 我们也该回家了 嗯 这些螺丝带回家后 会先养在水缸里 两天两夜不给他们吃任何东西 好让他们屠杀 爸爸 这些螺丝什么时候才能吃啊 现在他们肚子里有好多泥沙 我们要先放个两天两夜 让他们肚子里的泥沙吐干净了 才可以来料理 等螺丝把肚内的泥沙吐干净后 父亲就会用老虎钱活生生的把螺丝尾不加碎 这是为了吃的时候方便食用 爸爸 这些螺丝都吐了两天沙了 应该已经吐干净了吧 嗯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们煮来吃了 太好了 现在就来煮吧 别急 我们还要先把螺丝的屁股夹碎 爸爸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如果夹碎螺丝 他们一定很痛的 儿子啊 只有把它们的屁股夹碎 煮熟后吃起来才方便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因为我父亲爱做猪腿 又喜欢吃螺丝 后来终于国报现前 使得他常常在走路的时候 两只脚常不听实话 不是抬不动 就是停不下来 医生 我的脚究竟是怎么回事 总是不听实话 我给你开些药吧 这种是特效药 擦了以后 很快就会好的 那真是太好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但谁也没想到 我父亲在擦了药之后 两条腿竟然肿胀起来了 非常离谱 看起来就像是 刚做好的猪肘子一样 后来我父亲 又罹患了一种怪病 让他的手脚 一直忍不住地颤抖 那种情景 与被他夹掉尾巴的螺丝一样 痛得颤抖难耐 爸爸 你怎么了 我送你去医院 医生 我爸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父亲得了帕金森氏症 啊 后来我自己也因为杀生吃肉 而遭受恶果 在读书的时候 我得了两次忧郁症 前后痛苦了四年 才渐渐好转 真没想到 杀生吃肉 竟然会有这么严重的报应 是啊 所以后来我才因此学佛 并且开始吃素 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就渐渐消失了 身心也慢慢安定了起来 那您父亲的病情后来怎么样了 我父亲患上这些病 都是因为杀生吃肉的果报 所以我就替父亲忏悔 不仅忏悔杀生的恶业 更忏悔我们用残忍的方式烹煮 害得这些众生苦不堪言 我父亲后来也知道因果可畏 所以跟着我发心吃素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他老人家的病竟然全都好了 哎 看来杀生吃肉真的不能做啊 是啊 我们也得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忏悔 以后不要再杀生吃肉了 否则果报迟早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先生 你们点的素菜来了 王先生 今天听了你的故事 我决定以后不再杀生吃肉了 我也想试着跟您一起吃素 对 我们一起吃素 这样做既拯救了众生 又救了自己 何乐不为呢 对的对的 哈哈哈 生命电视台 带给大家一个存款的好地方 如何存钱最安心 就是护持生命电视台 帮助宣扬佛法 同时储存我们的功德法财 今日不时之音 将感召未来得福之骨 而且财富永不有失 实为一本万里之举 劝人不时不持 就是助人为善 助人修福 是值得赞叹的菩萨行 正信佛险佛法教的推广 需要众多 佛法菩萨的统心支援 您的每一份资源和力量 都是帮助佛法 救助世间的推手 然而 这广传佛法 保护生命的 佛行事业 还需要更多的菩萨 共同护持 护持话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莫合法杀菩萨摩赫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我要赢过别人 这些都是被无名所乎 绑住了 他们值得我们慈悲 更要回向给他们 第二 建筑众神为众苦所残 每一个众神都在这种生老病死爱别利苦里面 甚至现在环境污染 电脑电视污染 特别生病的人 被情所困扰的人 缺权的人 各位要一一的去思维 一直思维苦 一直强烈的 生起悲劲 三者 建筑众神 极不善业 大家都在努力 努力什么 不善业 我要成功 我要赚钱 我要享受 所以有时候我在看电视 有一次我在信徒家 他一整天在看高尔夫球 我反正都在背贯 光泰哥球 他就会看一整天 但是他认为那个是一种高级的运动享受 对不对 事实上那也是一种为了要比别人厉害 对不对 有一种贵族的享受 这样而已 所以每个人都在追求这个 这叫极不善业 小朋友从小打电动玩具 打来打去 杀来杀去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是快乐 这个叫极不善业 我们要生起悲心怎么办 所以多画儿童的漫画 多办儿童的活动 多做儿童的动画 你要超过世间的吸引力来引导他们 事者 建筑众生造极重恶 不孝父母 杀生 杀生 现在以杀生为快乐 为什么 现在杀业极重 吃肉 堕胎 等等 辅者建筑众生不修正法 虽然有很多人在修行 很多宗教 但是不见得它是正法 所以菩萨看到这些 更起大悲心 更精进追求成佛 所以别人的不好 反而是你发心的祝愿 而千万不要被这个不好拉走 那不好 所以我就不要了 讨厌他 骂他 错了 排斥一个人就排斥佛了 你排斥自己了 不行 他非即我非 世间的不圆满是我的责任 什么时候你真实度众生 等你成佛 有你的净土世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真实在度众生 到你净土